作为重庆人的我 就用重庆话说一段电影 练练笔记本中的经典台词 No.1 练练笔记本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at this every day But I want to do that Because I want you I want all of you Forever You and me Every day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浪漫的爱情往往产生在夏天 女主非常喜欢画画 男主喜欢跳舞 练笔记本中的经典台词 人生至少该有一词 为了某个人而忘记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情 不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最美的莲花里 遇到你 我们看完整部电影 发现并没有这段台词 直到看到 爱丽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她已经忘记了过去 忘记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忘记了他们的儿女 这是一种一旦发生 便不肯逆转的疾病 而深爱妻子的诺亚 始终相信他们的爱 能够唤醒爱丽残存的记忆 2018年采访时问道 你愿意一生不被人知道 默默无闻地死去吗 肖战说 我希望我爱的人记得我 2019年采访中 黄一博说 一个默默陪你一生的亲人 最后如果不记得你的话 就像世界末日一般 No.2 小丑 我喜欢的凡败就是 小丑 西斯莱杰的小丑 小丑 小丑 我会喜欢小丑 No.3 昨日清空 等你以后成了一个漫画家 画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吧 还有这些 我会喜欢小丑 之后 我会喜欢小丑 那么小丑 那么小丑 我会喜欢小丑 可能最后可以考虑 我会喜欢小丑 粘乏 你说 阻手 节目 我会喜欢小丑 得